我第一次从 到沙拉越首府古静落地的时候 那突如其来高氧的空气 让我不得不对着汽车尾气 多呼几下才适应过来 来源国和地区前十名分别是 美国 英国 新加坡 日本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法国 中国台湾 韩国和澳大利亚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顺手牵羊 资产配置移民旅居国际教育 一个关于无国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 和财务自由的频道 很高兴马来西亚系列视频上一集 吉隆坡 新山 槟城 大麻 TOP 城市旅居该选哪儿 深受大家的喜爱 并一跃成为了我们频道 今年内最火的视频 应大家特别是我们 全球人竞争圈会员们的强烈要求 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大麻联邦政府第二家园 最有力的替代项目 沙拉越第二家园 英文简称SMM2H 这个居留权项目 在2022年的今天 对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到底有哪些吸引力和价值呢 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 沙拉越 英文叫做Sarawak 是马来西亚联邦里面积 最大的一个州 沙拉越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 立法和行政等权力 所以沙拉越至于马来西亚 就类似于香港至于中国 是一个拥有相当大自主权的 特别行政区 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我以前从吉隆坡飞往沙拉越 首府古境 我下飞机居然是需要拿着护照 通过边检入境盖章的 其实沙拉越这个名字 在我们之前新加坡三大行的视频里面 就有出现过 新加坡三大行之一的大华银行的创始人 就是来自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 那么这个神秘的沙拉越 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我当年在马来西亚工作旅居的时候 有个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Andy 他因为商务原因经常跑沙拉越 他以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 几乎跑遍了沙拉越所有主要城市 今天我就特地把好兄弟Andy 请到了我们节目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亲身见闻吧 首先我说一下 不仅仅是穿同一条裤子 还睡同一张床 至那些年东奔西跑努力的岁月 感谢校园邀请 我在大马前天后后呢 待了有三四年 那么我就从我的亲身经历出发 来说说我对沙拉越 他的自然与人文 国际教育 还有车玩乐这几个方面的个人看法吧 对于自然人文来说 我第一次从吉隆坡到沙拉越首府 古今落地的时候 那突如其来高凉的空气 让我不得不对着汽车尾气 多呼几下才适应过来 然后沙拉越呢 它是位于世界上第三大岛 它拥有全世界第三大的热带渔林 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渔林 并称为地球的左右两片废 刚地的气候呢 还是非常的宜人舒适的 那边晚上睡觉 因为临近海边嘛 它几乎不太需要空调 空气的湿度呢 是稍微有一些的 那边的交通主要是没有地铁 它主要是飞机和开车会比较方便 我们从外面到沙拉越 基本上都是会先飞到古境 或者是湿屋 梅里或者明都鲁那边 然后下面就是坐车呀 或者是开车来走 沙拉越 整体来说 从我的观点来说是 地广人稀 带有充满了活力 当地的土著和华人相处关系 比喜马好很多很多 这个是真的不一样 而且他们那边对我们的这种中国人呢 也比较友好 认同感也很强 而且湿屋是华人在那边最早的发源地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湿屋 华人占比有40%的人口 华人的这种勤奋 还有经营 让沙拉越州整体的风气呢 都比较友好 而且当地还有很多独立的华人中学 西马的话 它的华文中学呢 就比较受打压 像东马这边 就比较宽松一点 还有它那边的教育情况 我觉得在沙拉越的那边的教育环境 是一个最最大的亮点 因为由于沙拉越那边 它的经济啊比较好 而且种族多元化 它英语的也很通用 而且是地广人稀 所以当地的这种教育水平啊 和国际化水平都比较高 它不像国内 因为人特别多 那么教育水平呢 就会参差不齐 而且在当地 我们接触的华人 都很聪明 而且很淳朴 他们会说英文 普通话 福州话 闽南话 海南话 还有马来语啊 等等 当地人从小学到大学 也需要读很多的课程 像语言课 然后它那边的教育资源 和质量方面呢 都是和国际水平接轨的 当地的这种高中啊 大学啊 他们都是按照 前中主播啊 就是英国的标准 来设置的课程 而且华尔文的学校呢 更是把中文 作为一个基础的教学语言 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的 它的高中毕业 包括它大学学历 在英美中俄啊 在西方世界 和东方世界 都是相对比较认可的 而且也包括新加坡那边 这方面就比国内的 一些学校的这种 认同度呀 要高很多 像在沙拉越 我们经常会看到 像那种不同的 这种international tour 还有这种中华中学呀 等种这种 它的小学到中学 这种延续的学校 我真的是 恨不得以后 我要考虑 把我的女儿之类的呀 都送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那边的吃喝玩乐 就是大家日常生活 可能比较 体会比较多的 沙拉越 他们那边的 不要看它是东马 但是他们那边人均收入呢 是高于全马的平均值的 大概是要高到15%这样子 但是他们消费真的很便宜 一份早茶就1.6马币 就不到0.4美金 可能人民币3块钱都差一些 而且这里面还是真的有肉 至少比沙仙的肉 那是要多一些 或者比兰州 牛肉拉面的肉 是要多的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而且它那边的日常 各种餐厅 请客 消费 比国内会少很多 它的风气 而且它的消费标准 对标国内 也就是三四线城市 就人均五十一百 吃得非常好 你就随便怎么玩都OK的 都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有像一些旅游景点 会有宰客之种 它那边几乎是很少也没有的 对了 还有当地的旅游 它这也是一大亮点 那边比较靠海 而且很多地方都没有特别开发 所以它的人文 它这种自然的风光非常漂亮 它们像玻璃水那样透明的海滩 这种真的是比比皆是 而且还有最美距离的日落 还有这种各种海调 还有比如吃的海鲜 那种很鲜活的奥龙 那种青龙 就小孩子刚抓过来 都是活生生的就卖给你 张牙舞爪的 然后还有各种海鲜 可以每天不同样的吃到你撑 而且价格我们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公道 白菜价可以觉得是 有的比猪肉还便宜 还有你看 比如说像石斑 各种各样的石斑 龙虾 鲍鱼 缩子蟹 这些 现活现做 很多时候你都可以从菜场买 到楼下去加工 它们都是那种最原始的做法 就最好的食材 就是非常的鲜美 香气铺鼻 还有它那边有相关的 比如说潜水 冲浪 还有海岛项目 还有你是有钱 你还可以去 去做直升机 去玩环岛 这些都可以 在那边你基本上 就连续玩一两个月 都不会觉得很闷 因为吃完了 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花样太多了 对 还要补充一下 当地的小姐姐 就是华人的小姐姐和小哥哥 普遍都是非常的白皙好看 她们皮肤真的很好 而且她们很客气 受的教育又比较良好 而且相对传统一点 很贤惠 就是我觉得她们的那种爱情的纯度很高 一定不会有添加彩礼的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有条件想法在那边长期安家落户 或者找个人一起奋斗 我觉得那也是三观都很OK的 也是一个非常不差的一个选择 而且她们的英语可以跟着你国际化 能出无能进 我觉得都还是蛮厉害的 好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Andy以自己独特视角带来的精彩讲解 我总结一下Andy的观点 沙拉月最突出的就是优于马来西亚平均水平的自然 人文环境 外加国际教育和当地生活世界一流的超级性价比 对吧 重头戏来了 怎样实现 签证在手 沙拉月生活我和家人都能享有呢 SMM2H 沙拉月第二家园项目说不定就是最好的答案 它给予符合资讯的申请者有效期为5加5 共计10年的居留权 只要签证持有期内继续满足条件 后面还可以无限许签 该签证允许持有者一家三代人 一起在沙拉月州以及整个马来西亚居住生活 学习经商甚至工作 对于我们顺手牵羊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来说 由于沙拉月州不对当地居民的境外所得征税 所以以沙拉月居民的身份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 也绝对是利器 让孩子在种族非常多元的沙拉月接受国际教育 而又不会让孩子陷入过度内卷的成长环境 对于我们重视教育的观众朋友 绝对也是一个极家选择 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自中国大度的朋友们 还可以凭借大马就读的经历 回祖国以华侨生的身份参加高考 让孩子不再是千军万马几独木桥 好我们马上来看看SMM2H的申请详情 首先该居留项目对于申请资质 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 50岁以上 这类申请者条件是最简单的 单人申请离岸月收入个人不低于7000令吉 夫妻两人一起不低于1万令吉 或者在沙拉月州任何银行固定存款 个人不低于15万令吉 夫妻两人一起不低于30万令吉 硬性条件只用满足上述资金条件就可以申请 就这么简单 请注意这里50岁以上的年龄限制 只针对主申请人 作为配偶的副申请人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如果申请人选择固定存款证明的话 第二年也是可以取出一部分 用作当地基本消费的 二40到50岁 首府古今地区投资房产不低于60万令吉 非首府地区不低于50万令吉 买房直接拿10年的居留权 请注意这只是当地政府对总投资额的要求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 当地房屋均价若岸 平方英尺算的话 仅500令吉每平方英尺 换算成平方米 约合8268元人民币每平方米 而且当地更流行排屋 独栋别墅或者庄园 相对低廉的房价 大家核算核算 是不是你都可以去沙拉月 做一个庄园领主了呢 3 30到50岁 如果有未成年孩子持学生签证 在当地求学 或者主申请人 需要在当地进行长期医疗护理 满足上述50岁家 或者40到50岁之一的条件即可申请 和我在马来西亚系列视频第三集当中 剖析的联邦政府MM2H相比 是不是沙拉月第二家园资质要求 确实太简单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该项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申请流程呢 一 提交所有申请材料 准备材料包括申请信 申请表 申请个人简历 彩色照片 结婚证 无犯罪证明等 申请social pass 比如e visa 或者旅游签证 前往沙拉月 在当地医院开具具体的体检报告 并将全部资料提交到 整个流程看上去也不复杂 在拿到正式的签证之前 需要亲身前往一次提交资料 然后再去贴签一次 其实你就会把它当做当地旅游就好 那么拿到这个签证 对于申请者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经过我对SMM2H政策的仔细研究 对于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致有这么两点限制 一 每年累计 最少要在沙拉月居住30天 由于这个签证越来越受到全球申请者的热捧 从刚刚过去的9月1日起 SMM2H在当地的居住要求 从原来的15天增加到了30天 相当于一年当中有30天的移民间 请注意这30天不要求连续居住 你只需要陆陆续续登陆沙拉月州 365天里面累计满30天即可 毕竟你这么全球相对最低的条件 给你10年的居住权 作为签发方的沙拉月州政府 当然也希望你每年保证一定时间 能够在当地居住消费 我个人认为这个30天也是合理的 二 签证持有人不能直接在当地工作 除非您是50岁以上 或者由沙拉月州政府认可的专业技能 才能申请工作准证 听完Andy和我从不同角度 对沙拉月和SMM2H详细分析和解读之后 大家对于马来西亚沙拉月这个签证计划 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 据沙拉月州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2020年初到2022年7月份为止 SMM2H的主要申请者来源国和地区 前10名分别是美国 英国 新加坡 日本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法国 中国台湾 韩国和澳大利亚 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国家和地区 可见SMM2H长期居留项目的精准定位 目前我们全球人也在沙拉月当地建立了资深的伙伴团队 所以可以为大家提供从远程申请签证咨询一直到当地街机 当地医院体检陪同以及后续签证有效期内的当地担保人等一条龙服务 关注我走上全球人无国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和财务自由之路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说不定本频道的更多视频都会很对你胃口 所以请一定要给我们这个视频按个赞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留言哦 顺手切羊每周更新 我是小胜老师Se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